半个多月来张艺谋至少生有7名子女将面临1.6亿罚款的消息在网络和各大媒体上热炒 对此张艺谋本人及工作室负责人等采取不解释 不讨论 不回应 集体失声的办法 谢绝任何媒体回应 昨天上午某报社记者在微博中写道 累死了 为英文版补充采访张艺谋 聊起葫芦娃风波 大总结 传言意思是 我有345个女人 78910个娃 我问你咋不回应呢 她说 别人一泼脏水我就洗 这一年到头改天天洗澡玩了 她也奇怪 这7个娃咋来的 虽然这段微博中张艺谋并没有正面回应 但也是自超声事件曝光后张艺谋首次发声 大多数网友还是选择相信老毛子 表示传言都是杜撰出来的 并不可信 但也有人觉得张艺谋并未直面问题关键 如果7个是造谣 那被爆出身份信息的3个呢 此外还有很多网友表示很敬佩张艺谋的胸襟 网友撞见姑苏留言称 张岛这算不上正式回应 但起码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想法 如今文化环境如此混乱险恶 张岛始终抱着宽容和善意的态度去面对一切 实在难能可贵